最近收的二手咖啡机越来越多了 各种咖啡馆都在倒闭 有一些连锁的话也在倒闭 不管你用的是烂妈还是普通的机器 你店关的不走 跟你用什么机器基本上没多大关系 我们这里咖啡机好的坏的 新的旧的各种各样的 很多人说因为现在咖啡市场太卷了呀 对呀卷是谁卷是老板们卷客户们卷吗 客户们还不是很懂所以客户不卷 老板越卷我们这种收设备收的机器的品种就越多 没办法呀 都说做塑料颗粒粘入百万很轻松 到底是真是假 他们的经营状况现在是什么样的呢 有一些想干的小白一定把视频看完 一起来聊一下 我是于小胖 今天到这个网友的厂里面来看一下 它是做管道颗粒的 买了这一套设备是2021年买的 当时全部下来投资了100多万 加上插车呀毛料啊 这一套造力机是绿岛130的 做管道颗粒 新机买来是最高配置 是花了23万到厂安装好 今年刚过年的时候 前面你看一下 还买了一台10吨的半料罐来办这个东西 结果做了大概开开庭庭 还没有搞到一年 就停掉了 当时也是怀揣着年入百万的梦想 加入这个塑料行业 没想到他说加入进来之后 真的拔都拔不出来了 没想到利润有这么低 一吨投资基本上六七千块钱 纯利润一吨还没有两百块钱 而且还是账期 做出来卖不掉 卖掉了要不到钱 我问他不是说年入百万吗 他说当时都是听说 不知道现实啊 都是这么残酷 你看一下 网友投资上千万做直播电商 为什么只做了半年 也倒闭了呢 网络上面的钱 比实体行业好做吗 好不好赚呢 一起来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到这一个网友 他这一个仓储里面 大家看一下 这得有多少个货架 多少个托盘在这里 他说刚开始投资了大概五百 因为网络直播这个东西 比互联网比较烧钱的 他一直往里面烧 一直融钱 搞的都挺好的 网络他跟我说 网络上面赚钱 不是像实体行业一样 是一点点积累的 网络上面是从一一次性到一百的 前期就是不停的烧钱 不停的烧钱 一定要成功 就是说可能你明天就能成功 但是很多人都死在昨天晚上 是这样的 他这个托盘都有五千多个 所以他投了烧了一千多之后 一千个 现在也搞不动了 所有的钱也借不到了 融不到了 想法是好的 格局也足够大 所以做什么事情啊 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的 要因地之一 又一个投资八百万的老板 起飞失败 八百万买了五条 七五双老杆造立机 到家里面一次为用 店都没接 直接宣布倒闭 太冒进了 我说过 今年的经济形势 十几年未曾遇到过 今年从过往年到现在 倒闭的厂家不计其数 很多网友问 小胖 你说怎么样避免倒闭 哪一类的人最容易倒闭呢 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我说 怎么样避免倒闭呢 倒闭最多的人就是 自己有一个行业 因为我说了 全国各行各业都不好做 包括塑料啊 深加工 成品都是一样 都是很难做的 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本行业 不赚钱 然后听别人说 另外一个行业很赚钱 跨行业去投入 这是最容易倒闭的 这个老板也是 机器买到家 直接就不行了 为了避免倒闭 所以我在这里奉劝大家 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在自己本行业内 稳中求进 全国现在各个行业都不好做 在你熟悉的行业里面 稳中求进 哪怕不赚钱 但是保证不亏钱 如果你跨行到一个陌生的行业里面去 你保证不亏钱吗 你是百分之百亏钱的 所以你就不能认为风浪越大 鱼越贵 那都是骗人的 70万买一条食品清洗生产线 到家安装好 一次没用 为什么就倒闭不干了呢 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到这一个网友的车间 来看这一条蔬菜水果 打包的一个清洗线 这个网友也是狠 你看一下 有些设备安装了 有些设备店还没接呢 到家就不做了 我说你之前 为什么选择做这个 他说之前一个好朋友 家里面是开超市的 说搞这个东西 一次性投资 永久性受益 是吧 都是不锈钢的东西 又不会坏 我说那你为什么 买到家之后就不做了呢 他说之前买的时候 都听他这个朋友的 说这个东西合理 然后有利润 但是买过来之后 准备去给他们生产的时候 去卖东西给他们 给他们加工的时候 打听一下 他们给的价格 是市场最低价 除去人工房租的话 基本上都是亏钱的 所以就没法做 像一些小年轻 00后 90后甚至 原来一直工厂上班的 偶然间想当老板的 他们就是 想做某个行业 就不会去考察市场 就是听别人说 很赚钱 马上就干 其实最主要的 就是一定要考察 去实地去了解这个行业 先到一些相关的 这个超市去问一下 什么价格 核算好 再去弄 很多人都是像这种 设备买回来之后 然后再去看 你看这个箱子都没拆的 不倒闭才怪 朋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要来到了一个 喊我量载的地方 广东的东莞 这是一个做核酸四季的厂 就是那个棉签 当时这个老板买了 10台这样的机器 一共投资了800多万 现在呢 我们的疫情已经也结束了 这个老板想着把机器卖掉 现在呢 这些机器还值多少钱呢 你感觉 经过我给老板的掐盘 这一共是10台机器 一共花了是45万 800万 只卖了45万 但是这个800万 这个投资老板 我估计早就挣回来了 你看 就是这种棉签 印象新客不新客